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賊王DIY日記 哎這種畫面是不是很熟悉啊 碎球載導遊 碎球載導遊 但是接下來就是不一樣的挑戰 人生總是這樣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任務 而這一切都成為記憶中的珍寶 这个呢是海贼王与不专业摄影师买的第一台电脑箱 当年两个菜鸟就靠这个保护夏业里的小孩啰 然后呢前几天他忽然罢工了 根据摄影师的说法 听见Pokeh生之后他就再也不工作了 根据多年Obitia的经验 嗯...不知道是什么包的 结果你这样讲一点建设心都没有 还不如赶快拆开来瞧一瞧吧 对哦赶快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吧 拆开这两颗螺丝之后呢 它的护照就可以拿下来了 接下来这边都是按扣所以要摸索一下 但是呢聪明如你看我就知道了 出来了出来了 电路板出来啰 哎呀你看这是送分题哦 什么送分题啦电路板都烧烂了耶 你看这颗电阻都化为灰镜了 这样子看起来哦他旁边那个电晶体也不薄了 啊这不就插电了吗 我会有限出来啊 啊那个摄影师哦不要再搞破坏了 已经在塞车了 目前初步测试的结果晶体跟电阻应该都烧断了 对啊你看电阻值无限大 确定烧坏了这两个零件先把它拿下来 暂停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送分题 这个封装已经爆掉了有没有 哎呀你手上那个是什么啊 哦这个是BTE311双向可控系可以直接控制交流电哦 哈 你在说啥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BTE311可控系 从结构上看起来呢可以拆解为两个二极体 而在这边呢就当做一个交流开关来使用 哦刚刚还有一个烧坏的电阻现在一并把它拆下来 哎呦都烧烂了这个电阻要用多少呢 天地无极海贼借法 双向可控系 装上去吧 这个是有方向性的哦不要装错边了 好现在把它焊起来了 看到这个哦 忽然想到 除了海贼王以外应该没有人用中不到一百块的落铁在拍片吧 但是没有关系 武短必有一场海贼王会变魔术 天地无极海贼借法 限流电阻道 好来一样给它装上去 啊你说这组织多少哦 哎有点忘记了 应该在一百欧姆附近 其实我也是用拆的 哦海贼王你不要这样乱教啦 什么叫用拆的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 我们现在把线接好来测试一下 像这种小东西啊 一翻两瞪眼 送电 哎你看灯亮了哦 啊你是喝醉了是不是啊 海贼王你一直按关它怎么会动 好那我要按启动了哦 注意看了哦 这是我的一小步 却是蚊子的一大步 哎 可以補一声啊 哦冒烟了还臭臭的 哦 哦 我的天啊 冒烟了 哦 没有关系啦海贼王其实你也蛮常失败的 你又失败了 那就再来一次吧 然后我又换了一颗新的可控烯 拖离加热器 然后开始测试 哎 你看 这样子都是正常的耶 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加热器是有问题的哦 加热器处于半故障状态 电流过大半 整个电路板都拖倒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电阻值 不到300欧姆 这种组值有点尴尬 天啊 这个东西已经20年了 网路上都找不到材料 只好使出乾坤大挪移咯 现在这一款卖场都还在卖 来看一下它的加热器组值是多少 1.3K 这样是刚刚那一颗的4倍 等电压下功率是刚刚那一颗的16分之一 所以 旧的加热器应该是损坏了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新的加热器装上去 上齐之后套上热书管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啰 好 上电启动 功能都正常 哎呀 尺寸跟基础不合 这个这没什么关系啦 修修剪剪又过了 其实修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就是一个老爹的回忆吧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很多你曾经想要丢掉的垃圾 它后来竟然变成了无价的宝贝 许多故事呢 也要上了年纪才能懂啊 哎 海贱王 你够了哦 我可是年轻人啊 好吧 如你所见 这边并没有什么困难的 就是一个逆向工程 照原来的顺序 反装回去 这边是围二的两颗螺丝 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Easy 哇 你看这个logo照得这么清楚 我还一直跟大家强调用了20年 这个厂商应该要来赞助海贼王才对 嗯 啊 每次都有人要找你业配 你就是不要啊 嗯 业配 啊 我海贼王呢 请你直接抖内 你看 大家聊着聊着就装好啦 随便爱按就知道功能正常 话说当年 孩子睡觉前 不专业摄影师总是会交代海贼王 去把蚊子扫荡一番 现在他们都可以帮我搬冷气了 这个电纹箱附赠时光机的功能真是太厉害了 嗯 我们又成功了 多试几次保证成功 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 订阅海贼王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分享 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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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